食藥鼠之前公告 長期較高劑量的使用 Seprotein這個藥物 可能會增加腦膜瘤的風險喔 Seprotein是一個怎麼樣的藥物呢 它通常是拿來抑制那種 雄性素表現過於旺盛的患者身上 例如說男性 如果這個痘痘錯瘡太嚴重 有可能醫生會考慮用低劑量的Seprotein 去抑制雄性素 錯瘡就會改善 那或者是像女性如果有多毛症 或是男性有這個跟雄性素相關的攝護腺癌 這兩種情況下 就會用到比較高劑量的Seprotein 去做相關的抑制這樣子 那老實說Seprotein這個藥物 在臨床上並沒有那麼廣泛使用 所以用到的人算是非常少數 大家不用太擔心 那如果你是因為特定原因 需要長期使用Seprotein這個藥物的話 然後又合併 例如說一些越來越嚴重的頭痛啊 這個視力改變啊 嗅味覺喪失或是耳朵聽力聽不到 伴隨一些肢體無力啊 抽筋等等的神經學症狀 就要特別小心 趕快去找神經科醫師診治喔 結構 結構 結構